好,你现在对3D打印产生兴趣了 可能是因为看了某些很有说服力的安利视频 或者是有自己想要做的东西 但是对具体怎么买,怎么用 从哪里开始,还是有很多困惑 这个视频就是要帮你入门 补上这些实操上的细节 分为选购,耗材,建模,切片四个部分 让大家在购买之前 能对自己接下来的使用体验 有一个更明确的预期 顺便,我还有一个最近发现的 免费工具要分享 可以说是我终于找到的 不会建模的新手就新 理论上,水泥,金属,陶瓷,玻璃 甚至吃的肉都能用3D打印的 但是能家用的其实只有塑料和树纸两种 同一个模型,这个是用塑料打印的 而这个是用树纸打印的 一个像雕塑一样 就像工厂里生产出来的 塑料的这个就很像3D打印的 所以肯定无脑选树纸对不对 精度高就是一切 但是树纸是有代价的 虽然被紫外线固化之后 树纸是安全无毒的 但是它们在液态的时候 那毒性是非常大的 如果液体接触到皮肤 还可能引起致命反应 你本来对树纸不过敏 但是接触过一次之后 那慢慢的你就过敏了 是不是感觉很神奇 也有一点邪恶 除了毒性 其实树纸不太擅长打印出 方方正正需要组装的东西 所以树纸只适合专门打手办 或者房子足够大 可以分一个单独房间 用来打印的朋友 塑料打印就没这些问题了 既不会让人化学灼伤 也很适合打印组装零件 这种打印方式也叫FDM 融融沉积成型 顾名思义 融化加沉积 其实FDM的精度也可以很高的 这个小骷髅就是FDM打印的 最低甚至可以精确到0.06毫米 只要愿意牺牲一些打印速度 打印乐高砖块都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还是能用的 可以 但是不代表你应该 打印的硬度和长期可靠性 都是比不过原版乐高砖块的 毕竟乐高砖块 可是世界上硬度最高的物质 但是这个不是真乐高 这是我用柔软的TPU材料打印的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材料 3D打印的材料种类非常多 也是我认为的FDM最大的优势 有各种不同强度和物理属性 比如混入碳纤维加强的 强度堪比钢铁 车也拉不断 混入木材的 等等等等 但刚买打印机的你 只需要记住一件事 选PLA 虽然强度耐久度哪哪都不行 但盛在打起来简单啊 其他进阶一点的耗材 我整理了一个表格 包含了它们的优缺点和注意事项 大家可以截图保存一下 以后觉得自己可以升级的时候就用的上了 哦对了 有一点可能需要额外的注意 就是耗材的存放 这些塑料都很容易从空气中吸收水分 然后受潮 如果长时间不使用 可以买一个这种反复用的密封袋 扔一袋干燥剂进去 然后把它封起来 不然时间久了 耗材就会像挂面一样脆 搞定了打印机和耗材 就轮到3D模型了 准备了这么多 就是为了赋予这些模型实体 3D模型的来源 无非就是有两种 别人做 或者是自己做 但是我还找到了很神奇的第三种 别人做 最好当然是去免费的模型库 比如Make a World Printable Dance 这几个网站里的免费模型 基本上都是专门为3D打印而设计的 打印的难度很低 如果愿意花钱 My Minifactory上有非常多 堪称雕像的精致模型 适合玩D&D 站起来用 但模型库毕竟是有限的 很快你就会想要一个非常具体的东西 即使它的形状可能很简单 只是一个高度刚刚好的方块 用来垫桌角 或者给监控摄像头做个斜坡 让它转向 这种时候只能自己做 软件就选Tinkercad 不仅因为它是中文免费在线软件 更重要的是 它的建模逻辑非常贴近现实世界 传统建模都是从2D画图开始的 很考验设计能力 但是Tinkercad允许你直接用现成的几种几何体 相加或者相减来改变形状 很像积木 非常容易上手 当然如果你完全不想学建模 但是又有点想打一些比较冷门的角色 比如我曾经的好朋友 但是因为太久没有联系 以至于我因为太过愧疚 更加不敢联系的张丽娜 它的模型超级难找 这种时候就可以借助我最近刚刚发现的 2D转3D的工具 叫做Triple 3D 转换效果意外的好 好了我有时候都怀疑这个AI 是不是后面有个活人在悄悄建模 恶魔果实图片 恶魔果实模型 动森的张丽娜截图 3D张丽娜 网上随便找的幻想武器手绘图 变成立体的了 甚至素描画的骷髅 也能给转成3D的 而且这个软件还挺良心的 免费注册的用户 每个月也有600积分 可以生成24个模型 随便玩完呢 是完全够用的了 而且生成的效果如果你不满意 前两次重新生成 也是不需要花积分的 我们就用这个张丽娜 打印看看 因为它是我们生成出来的3D模型 所以要打印之前 还是需要进入切片软件来处理一下 切片软件字面意思 就是用来把模型切成一层一层的 转换成打印机能读懂的格式 所有的3D模型都得经过这一步 我们对打印机的设置和各种参数 也要在这个软件里面调 可以说是3D打印的Photoshop 看着选项贼多 但其实不难 大家只需要熟悉填充啊 支撑强层数这几个参数 其他的保持默认就可以了 强层数和填充都很好理解 实心的模型太重还费材料 所以一般打印都是有填充结构的空心 吸出填充密度越高 打印就越接近实心 图案呢可以任选 强层数越高 外壁就越厚 这两个设置都会影响打印件的物理强度 而支撑是3D打印最重要 会影响打印成败的设置 因为打印是从下向上一层层叠加起来的 有的时候我们的模型会有很多悬空的部分 比如这里这里和这里 又不能在空气中打印嘛 所以就会需要这种支撑 打印完之后 我们就需要亲手拔掉这些支撑 两种支撑结构里 竖状更适合支撑机脚嘎啦 传统支撑更适合整块平坦的大面积表面 支撑的位置大家选自动就好了 虽然有的时候可能会有点过度保护 但是总比打印失败要强多了 我这次还尝试了一下多色打印 在软件里给张琳娜上色 花了我一个多小时 结果还是很值得 还挺漂亮的对吧 根本看不出来竟然是AI生成的 整个角色的形态还有细节 基本上都从图片里提取出来了 当然AI也不是魔法 比如张琳娜的模型 不知道为什么 你看 它的背后就这样多了一个小啾啾 像个蝌蚪一样 不过这个东西处理起来也很简单 打印完直接剪掉就好了 我总结了几个小技巧 满足这些条件的时候 转换3D更有可能有好的结果 首先我们提供的图片 必须要有足够的光影信息 一个看起来就有立体感的图片 AI才有足够多的信息去加工 比如事物的照片 3D游戏的截图 比较写实的画 其次 尽量在一张图片里提供一个 能看到更多面的视角 你想 如果要生成一个立方体 那肯定是这样的视图 会比这样的视图更加容易成功 有了这个工具 我终于可以做到一件 我想了很久的事情 就是把塞尔达传出 智慧的在线里面的角色 给还原出来 智慧的在线本来就是 粘图小人的画风 所有东西都有亮晶晶的玩具质感 摆出来一定很可爱 Idea我已经大概想好了 做一套主题国际象棋 白子是海马鲁王国军 黑子是怪物军 首先第一步就是找图 把游戏里的主要角色 和怪物的例会都给找出来 之后 把图片丢给3333D 一直生成 直到每个角色 都有满意的模型位置 大部分模型 在三次以内 都能有不错的效果 当然有些地方会产生一些误差 比如人马多了个尾巴 比较好解决 后期剪掉就好了 整体模型还是很还原的 棋子的底座 我有个想法 比起从网上下 可以试着在纸上素描一个 然后丢给AI 让它给我变成3D的 是不是非常有神兵马良的感觉了 准备好所有的模型 在切片软件里组合 然后打印 在海拉鲁大陆上 针锋相略的正义和邪恶势力 国际象棋套组就完成了 国王是海拉鲁国王 王后是塞尔达 要忽视这个王是塞尔达的爹这个事情 不然辈分就有点错乱了 领克是骑士 将军是城堡 鹰帕是主教 士兵就是一群海拉鲁士兵 黑子这边 国王是加农 王后是人马 巫师是主教 骑士就是黑骑士 城堡是蜥蜴 兵就是一群茉莉布林 我觉得都还挺合适的 尤其是黑子这边 打穿效果真的很好 每个瑞丽的尖角 都很好地还原了出来 而且棱角线条也都瑞丽 感觉不出来是AI生成的 我都有点想要给他们上色了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关注一下 Triple3D举办的 3D打印设计大赛 跟我一样 设计一套自己专属的国际象棋 就有机会获奖咯 设计奖的奖品是三台打印机 门槛很低 要求只需要Triple3D生成就可以了 你甚至不需要有一台打印机 而且只要参与 就能获得一些免费的积分 大家都可以去官网报名 试着参加一下 万一能获个啥奖呢 感谢家人们看到这里 其实我还准备了一些 3D打印的小礼物 小盲盒想要送给你们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加入贪玩星球 和我一起讨论吧 谢谢大家